大家好 今天跟我们一起 侃侃联合国的呢 仍然是我们的两位老朋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常驻联合国的记者徐德志 在线的呢就是国际法领域的 知名UP主小Q不是党王犬 欢迎二位 谢谢 今天我们在的地方好特别啊 没错 相信大家已经注意到了 我们今天走出了演播室 来到了可以说是 纽约联合国总部当中 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场所之一 那就是安理会的会议厅 那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非常重磅的 也是硬核的话题 那就是安理会改革 德志 我想你长期报道联合国 那么安理会对你来说的话 应该说再熟悉不过了 我想可能咱们还是 首先有必要给大家科普一下 就是安理会作为联合国的 六大机关之一 它到底是怎么一个存在 安理会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在联合国内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的 首要的机构 然后这个机构呢 大家都知道是由 15个安理会的成员组成的 那其中呢也是有5个常任理事国 就是说它一直都在这儿 有中国 美国 俄罗斯 法国和英国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10个非常任理事国 也就是呢 他们会每年换的 每年呢是换5个 他们这种非常任理事国呢 任期呢是两年 比如说像这一届的 这个非常任理事国呢 现在就是阿尔及利亚 塞拉利亚 莫桑比克 韩国 日本 斯洛文尼亚 贵亚纳 厄瓜多尔 马尔他 还有瑞士 那像这个月的这个 这个轮值主席国呢 就是斯洛文尼亚 那其实从这个 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的 选举来看 它实际上是有分布特征的 就是说呢 在安理会规定了 这10个非常任理事国 是有两个要来自亚洲 三个来自非洲 拉丁美洲呢要有两个 东欧得有一个 另外呢还有西欧及其他 比如说像是北美啊之类的 还会需要有这个两个 安理会的构成 其实还是在历史上发生过一次 且仅有一次改变 那就是在1965年 实际上是在1963年的时候呢 联大通过了决议 就是说要增加 非常理事国的席位 从6个增加到10个 然后从1965年开始正式生效 现在大家对于安理会的改革 这个呼声非常高 尤其是现在啊 随着这个俄乌战争 还有巴引新论的冲突 接连爆发之后 那这个呼声可能是越发的高涨 那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1965年增加席位 它能不能算的 也算得上是一种改革呢 那人们现在口中说的 这个安理会改革 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小K 那它当然算是改革 因为它涉及到修宪 而且实际上它修改了 安理会的整一个权力架构 所以说我们现在谈 安理会改革 其实也是在谋求 类似的一种方式 就是无论是扩容也好 还是说对常人理事国 席位的修改也好 扩容之后 在1965年 我们说当时有117个联合国的会员国 但到今天是193个 又多了很多新的国家 那这些国家 绝大多数你可以想象 它不是发达国家 而是新独立的 新民族解放的这种发展国家 和不发达国家 那么由此可见 今天的安理会结构 和当时相比 发达国家 依然是保有当时的地位 而越来越多的发展国家 却没有能够享有更大的权力 那么因此我们说 这种结构 国际治理结构 显然是不公平 也不平等的 所以我们希望 有一个更公平的改革 能够更正确的反映 目前国际权力结构的状况 并且能够更好的 去对国际问题进行治理 的确 从1965年到现在 已经有将近60年的时间了 可以说 安理会的改革 确实没有跟上 我们这种国际形势 国际治理结构 它的改变的一个步伐 但是其实我们也看到 联大其实在这方面 还是一直在寻求 做出努力 联大的把安理会的改革 例如它的正式议程当中 也是可以说是历史悠久了 在1993年的时候 12月3号 就通过了第48-26号决议 当时就决定成立 专门的不设名额的工作组 然后到2008年的时候 又通过了第62-557号决议 决定正式开启 这样一个政府间的谈判 并且在这个决议当中 也是确定了 我们安理会改革的 五大的关键问题 哪五大关键问题呢 就是包括了 新资安理会成员的类别 否决权 区域席位的分配 扩大后的安理会的规模 及其工作方法 以及安理会与联大之间的关系 那可以说这五大问题 还是把这个把脉把得很准的 不管是联合国成员国 以及更广泛的舆论来看 其实也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也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增大 在非洲 亚太 拉美这些发展中国家 他们的代表权 就不得不提到 在八月 因为是塞拉利昂 是非洲国家 作为安理会的轮值主席 举行了一次 他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 就是来讨论 非洲在安理会当中的 这个代表权的问题 这次呢 我们也再次听到了 所谓的这个非盟共同立场 我不知道小Q 你对于这个非盟共同立场 有多少的了解 能不能为我们观众来介绍一下 其实非盟一直以来 在联合国 他所提的这个非盟共同立场 就是说要保持 非洲用同一个声音说话 在安理会改革 这个问题上 是有两份文件 一个是爱佐尔韦尼共识 另外一个是苏尔特宣言 这两个也不是什么新鲜东西 因为这个爱佐尔韦尼宣言 是2005年的时候 非洲联盟开会 通过了这样一个决定 一个宣言 那么说要在联合国的改革中 纠正非洲大陆的所谓的历史性不公 从历史上讲 他们就是被殖民 并且一直席位是 或者说得不到满足的 历史不公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怎么纠正呢 非洲国家的意见是 二加五 就是两个常任席位 加五个非常席位 但是现在非洲 我们说已经有三个非常了 所以也可以说是二加二 就新增两个常任 和新增两个非常任 而且呢 别的常任有的权利 非洲人也要有 就是如果取消否决权 那大家都没有 如果不取消否决权 那么既然非洲人 有加入常任理事国的资格 那我们也需要两个 否决权的这个位置 而苏尔特宣言 是进一步的强化了 这个共识 它其实上是同年发表的 那么它除了强调 安理会改革 必须要二加五之外呢 还要联合国系统 各个机构 那么包括金社理事会 包括各个委员会 甚至说包括非洲的职员的代表性 都要去提高非洲的代表权 所以目前非盟的公开立场就是 二加五是唯一的可行选择 那么你们别的国家集团 G4也好 其他的也好 你们爱咋地咋地 你们的方案都OK 但是你至少要把我的位置 给我留下来 虽然说这个立场 就像小黑说的不新了 但是我觉得他至少是提出一个 非常明确的诉求 那得知我也知道 在八月的时候 你是向塞拉利昂的总统提问 而且还专访了塞拉利昂的外长 那从他们口中里得知 他们对于这个诉求 是怎么一个看法 他们觉得这个可行性高吗 另外透过他们 我们能不能看到其他成员国 对于这个诉求的一些看法 我在采访外长的时候 我就问 我说 现在只有15个安理会成员 现在非洲要求的是 增加两个非常任席位 和两个常任席位 而且必须 要么就都有否决权 要么就都没有否决权 我说这个要求会不会太过分了 他的回答是说 他说我们塞拉利昂是个西非小国 你如果就听我们的 我们是不会提出这个方案的 因为就算提出来了这个方案 我们觉得 非母也不可能把什么常任理事国 放到我们的头上 他说 但是这是我们代表非洲的声音 提出来的方案 所以说这一个方案 首先在非洲大陆内部 是得到共识的 他们认为就像刚才提到的 这有历史的不公 然后关键是 其他的国家 对他们的方案支持如何呢 根据塞拉利昂总统比奥的说法 其实在联合国 实际上呢 大家都有一个声音 就是非洲确实现在 没有被充分的代表 因此应该增加 非洲在安理会的席位 但是呢 就是 是否会增加 两个常任理事国的席位 或者说是两个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 塞拉利昂方面 就是非洲方面 实际上他们是有信心 就是不管经过多少的努力 这件事情一定会达成的 但是实际上呢 到现在为止 其实 非常坦率地说 大家基本上都 首先是明确支持非洲 增加安理会的成员 但是具体的方案到底会怎么样 实际上也没有人 真的有明确的表示 但是我们看到至少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是对于非洲入常这一点是力挺的 他已经在多个场合表达了这一观点 最近呢 就是在北京举行的 这个中非合作论坛上面 他又再次提到说 如果说这个 在安理会当中 非洲没有常任理事国的席位 那这是不可想象的 不可接受的 其实他给出的理由呢 包括了三个方面 那第一个方面 就是刚才两位都提到 就是要解决 这种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公的问题 那第二呢 就是说 现在很多国际上这种冲突啊 战乱的这些 列入到安理会议题当中的问题 有一半 对 有一半都是在非洲 那我们应该更多的去关注非洲的观点 用非洲人的这种解决方法 来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 那第三点 就是我们还是要看到 非洲对于全球的和平与安全 它做出的贡献 尤其是它给了个数据啊 其实还蛮有说服力的 就是说在全球的维和行动当中 现在有超过40%的联合国的维和人员 都是来自于非洲国家 包括一些非联合国的维和项目 比如说像海地 就是肯尼亚的警察部队在海地 做当地的这个秩序维护 不过呢 我也看到在咱们中文网络上 比如说像得知你的这个发表到的帖文下面 有一些评论 他们似乎对于这些所列出的理由 好像有一些反对的意见 他们就觉得你要入场 你要作为常人理事国 你首先要有能够维护和平安全的这种能力 相当于就是我们所说的 你没有这个金刚钻就别了这个刺激活 那我不知道两位对这样一个观点 是怎么来看的 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非洲入场这件事 那先从小Q开始吧 一方面我们说这话没错呀 就是安理会它本来就不是一个很公平的机构 我们说武昌 最早的武昌也不是抽签抽出来的 这个武昌和非昌的二元治理结构 就是合理但不公平的一个设置 否则凭什么美国是常人呢 因为它确实有金刚钻呢 所以为啥我们说日本和印度想入场呢 为啥不说阿富汗入场 把巴勒斯坦入场 说明大家确实都普遍认可 大国更有能力承担国际责任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 非洲确实它经历了历史不公 并且硬要说的话呢 对中国来讲 非洲入场呢 那可能比日本入场是更好的 而且非盟自己 他确实也目前没有谈妥 就如果真给了非洲两个常人席位 他们内部怎么去分配 搞不好最后变成轮流当常人 那基本上除了否决权之外 和非常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所以我们中国对目前这个所谓的 非盟共同立场 这个基本的态度就是不反对 但是也并不很明确的支持 基本上就是说理解和尊重 那德志怎么看呢 是不是非洲入场这条道路 还是很遥远和漫长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 现在的常任理事国的分布 刚才我们提到了 案例会的非常任理事国 是有一个地域的这样子的比例的 但是我认为如果看一下 常任理事国 亚洲一个中国 东欧一个俄罗斯 剩下的三个呢 是不是都是西欧和其他国家 如果是从地域的分布上来看 显然这是不公平的 刚才小Q也说了 确实这就是一个 你得有金刚钻的一个事情 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你看包括像是 今年刚举办的这个中非合作论坛 实际上大家都普遍有一个概念 就是认为非洲在过去这段时间 虽然说它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各种各样的挑战 但是它仍然是一个 非常具有潜力的大陆 如果说它的发展 能够跟上这个脚步的话 实际上刚才提到 金刚钻的问题是能解决的 现在问题是 我们要不要给它的潜力一个机会 我个人的观点是我认为 非洲非盟的方案 它觉得这样可以解决历史的不公 但是呢 这个方案到底 它的数量是多少 实际上到最后 也是可以商榷的 因为到现在为止 没有任何人 其实真的是确定了 这一个方案的 包括刚才小Q也提到 非盟内部自己说 甚至可能最后选出来 两个常任理事国 结果是非洲内部的 轮值常任理事国 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呢 这个问题估计 接下来呢 还需要大家来进行一个讨论 然后看能够发挥出 他们的智慧吧 当然非洲提出的方案 只是众多方人当中的一个 那其实一些意见 比较类似的国家 也形成了不同的这种团体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 就有两个 一个叫做四国集团 一个叫做团结谋共识集团 那小Q的话 对这两个集团 有什么样的体会 你觉得他们是在怎么样一个背景下来形成的 然后这两个集团之间 它存在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就像你说的 基本上因为安改各个不同的立场之间的国家 它会共同聚在一起 形成一个国家集团 来更好地去表现自己的观点 并且团结更多的力量 所以四国集团是非常典型的 或者说是大家认为可能比较有希望入场的四个国家 就是日本 德国 印度和巴西 他们的基本主张就是放我进去 就通过在联大 对改革方案进行表决 强行的去推动四国 获取常人理事国的席位 因为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不同 其实联合国限量的修订是不需要经过安理会表决的 它只需要大会的三文之二表决 并且有联合国会员国的三分之二 包括安理会全体常人理事国 经宪法程序 就各国国内的宪法证据批准 所以也就是说 武昌当然是可以阻挠 就是这个改革的最后的方案 但是这个不是在安理会 而是在本国的国内程序 所以G4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凑票把这个先投了 然后压力就给到武昌 你国内批还是不批 而G4的对立面呢 叫做团结谋共识集团 这个有个老名字叫咖啡俱乐部 主要是因为里面有意大利 意大利人比较喜欢喝咖啡 那么这个俱乐部里面的成员主要有谁呢 意大利 韩国 墨西哥 阿根廷 巴基斯坦 所以大家很容易就发现 这些国家有规律 什么规律呢 意大利和德国 韩国和日本 墨西哥 阿根廷和巴西 巴基斯坦和印度 都是邻居 所以大家会发现 凭啥都是邻居 你能入场 我不能入场呢 那他就存在一个这样一种矛盾 他有这个阻挠的一个愿望 所以他们是反对四国集团 强行推动 表决入场的这样一种行为 认为安理会 进行任何形式的这种改革 应该是要以政府间谈判为主 通过协商一致达成共识 那么中国当然是喜欢 摩共识的 喜欢协商一致的 所以这个是这两个集团 主要的区别 可以说这两个集团 这种对立关系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德志你觉得 这两个集团这种对立 区别代表了现在 就是说安理推进 安理会改革的 一个主要的桎子的所在 那对于这两个集团的立场 武偿方面 有没有一个站队的情况呢 其实明确的站队 我可以现在先告诉你 没有 就是因为各个国家 其实都有各个国家的思考吧 比如像是之前 印度苏杰生外长就说 中国就在阻挠印度 但中国说 我没有 我希望更多发展中国家 能够积极的参与 安理会的事务 但实际上呢 也没有提要支持啊 对吧 美国也没有完全支持 我特别记得有意思的是 就在去年的时候 美国的彭博社写了一篇报告 写了一篇报道 说美国支持 什么什么什么国家入场 什么什么国家入场 然后完了之后我们在联合国的记者 就去追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Linda Thomas Greenfield 就问 你们那个彭博社报道说 你们支持哪个哪个国家入场 是这样的吗 你猜他回了句什么 他说 那是他们的报道呀 我可没有这么说 所以你看 其实各个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面 非常的敏感 我先回到刚才的这个问题吧 小柯刚才提到了好多组关系啊 像是韩国跟日本 像是巴基斯坦跟印度 其实很多国家是在暗中较劲的 所以说呢 这也代表了一个趋势吧 就是说 当现在这种地缘政治 这么各个国家多极化的 这样的情况下面 越来越难取得共识的情况下面 怎么样去商讨这个安理会 所以新的这个改革方案 哪个国家能够进 哪个国家不能够进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艰难的事情 那刚才提到这个四国集团啊 特别有意思 你不是刚才说 他在联大里面强推 想要通过联大投票来确定这个事吗 你猜是被谁挡下来的 是被非盟啊 所以说你看就是 大家都有自己的这个 这个集团之间 对 自己的利益 为了自己的利益 都在都在做这些斗争 所以说 其实从这个上面 也可以看得出来 安理会改革的艰难 我个人的观点是啊 其实安理会改革到现在 我认为应该分两步走 第一个 首先你确定框架 大家都觉得要改对吧 但是首先你确定怎么改 而不是说现在就开始提 我要入场 我要入场 我巴西 我日本 我要入场 而首先要确定 到底我要怎么样 给名额 这些名 这些新的这个改革之后 安理会这些国家有什么权利 在确定了这个之后 然后大家再来打架 你可以发现这两场 这两步其实都会有很长的讨论的过程 那相比较于应该增加什么类别的理事国 和应该增加多少个数量的理事国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对于武昌来说 可能更加的棘手 也是更加把他们置于炭火之上 那就是否决权的问题 现在外界普遍有这样的说法 他们都觉得否决权 现在是已经成为了安理会 很难有作为的一个一个争结所在 我不知道小Q你对这个问题 是怎么来看待的 那除了武昌以外的话 你觉得各国在对于这个限制 或者甚至取消否决权方面 是不是也达成了某种形式上的一致呢 我们说否决权是联合国 或者说联合国这个集体安全机制 它大国一致原则的一个体现 就是它在设计之初考虑的就是 大国对于这个事情达成了一致 那么这个事情就可以更好地推行 如果大国没有办法形成一致的话 即使我们决议通过了 就像联大的决议通过了 没有人去执行也没有意义 所以否决权实际上在设计之初 就是这样一个目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否决权确实它划分了一个 非权和常人之间的一个鸿沟 所以除了武昌 我相信绝大多数国家 都支持限制否决权 甚至是取消否决权 毕竟他们都没有否决权 而武昌是真的有一头牛 他真的有否决权 包括英法由于长期的 主动的放弃使用否决权 甚至说英法可能都会比较支持 限制否决权的使用 当然我们觉得美俄肯定是不支持的 因为美国和俄罗斯是使用否决权最多的两个国家 但是我们确实会发现 如果把否决权快速的去把它取消掉 那么确实以巴以为例 很多决议都会被通过 但是通过之后又能如何呢 如果美国就是强硬的去阻止 它实际的执行 安理会的决议更成为一纸空文 而否决权的存在会确保 安理会通过的决议 至少是获得了大国的一个默许 使得安理会的决议 它会有一个实践上的一个价值 应该说要推动否决权的改革 可能是古代问题当中 可能是最难的一点 但是现在连大方面呢 可能也做了一些妥协 这样的一种修补的机制 就现在我们知道 从欧欧战争爆发之后 现在是新加了这样一个initiative 就是说在武昌使用了否决权之后 它要到连大要开全会 十个工作日内 对 要去解释 它那个使用否决权的理由 然后大家也可以一一通输出 都可以各输几件 但也就仅此而已了 对 我刚才想说这有什么用呢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投了否决票之后 联大说你需要到联大来报告 跟联大解释 你为什么投否决权 注意 在安理会 你投了否决票之后 你在安理会就会有解释性发言 请问你在安理会做解释性发言 和你在联大做解释性发言 除了面对的会员国不一样 实际上大家都能看到 也就仅此而已了 就像刚才小朋友说的 对吧 然后我想倒回去 再说刚才小Q说的另外一半 就是关于否决权的问题 刚才小Q讲了 说如果你把所有的否决权都去掉了 其实不一定是对于国际的和平 与稳定是一件好事 对吧 那我们再反过来说 你如果把否决权增加了呢 那是不是也不一定是好事呢 就是那比如说有十个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全有否决权 那会不会造成更多的决议被否决 所以说其实这个事情真的就是一个两难 非常困难的 进退两难 对 所以说安理会改革 应该说我们还要面对非常多挑战和问题 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即将迎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 就是我们看 未来峰会 对 未来峰会 就是马上9月份就将在纽约总部举行的 我们也很期待说 在这次峰会上能不能够有一个实质性的进展 那现在很多会员国人也是呼吁 就是说一定要在这次峰会上即将通过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共识性文件 就叫做 未来契约当中一定要涉及到安改的内容 那现在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草案当中 确实也是有相应的内容的 总共60项行动 那么从42到44项都是有关于安改的 那小Q我相信你也看了暗文的内容 你觉得从目前的这个内容来看的话 那么未来峰会能不能给安改指明一定的方向 我们看到这三条所谓的action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老调重谈 比如说承认目前安改的急迫性 这急迫了已经30年了 还在急迫 比如确认改革要注意这个代表性 包容性 透明性效率等等 这都是套话吧 可以说 没有错 是正确的 但是具体怎么办呢 也没有说 比如要对非洲特事特办 但是话是这么说 具体该怎么办 也没有告诉我们答案 这个未来契约本身也是三亿起稿 我之前还做过这个暗文辩论的一个视频 各国非常难以达成一致 不断的去删减 因为毕竟这个未来契约是指望各国领导人过来开会签字画压 尽量的要找一个最大的公约数让所有人都同意 那德志觉得我们现在如果真的想推进安改革 那最缺的是什么呢 其实联合国安理会让武昌 然后完之后再加十个非常任理事国来管理全球的和平与稳定 从某种程度上 你不觉得实际上就是各个国家 特别是一些中小型国家 在让渡自己在安全领域上面的一些权利 给安理会给联合国吗 所以现在的状况就是 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cake 大家都觉得这是蛋糕 我们可以去抢着吃 但是所有人都想抢着吃 最后会不会就没有蛋糕 就是三个和尚没水喝 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呢 实际上现在很多人就认为说 联大正在担任起很多安理会 现在没办法担任起来的作用 包括像是通过的巴勒斯坦这个决议 就是关于他加入联合国 正式成为联合国会员国 在联大的这个决议 就几乎是除了从名义上 还有联合国现象上明确规定的 会员国的这些权利之外 其他的权利他都可以说基本上都得到了 他甚至可以代表一个集团 到联合国大会上去发言介绍提案 他可以做到像今年9月10号之后 巴勒斯坦就会坐进联合国会员国中间 而不是当做一个观察员了 这些都是非常大的突破 但是实际上如果说你要最后回到 整个的这个国际政治的这种 权力的架构上来看 实际上最重要的 那还得再回到案例会 反正我一直经常在说的 就是多边主义国际政治 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相互信任 现在就是这个状况 这个状况下面现在就是没有信任 所以说共谋推案改 改讨论几十载 青丝变白发 还得再等待 还是用非常经典的电伪诗 为我们做了一个 虽然不是很光明的总结吧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继续新存这样的一种意愿吧 说实话也真的可能到了一个不成功变成人的这样一个地步了 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在接下来的未来峰会或者甚至更多的这样一个重要的节点上 我们能够正确实的来推进案例会的改革 好的 非常感谢两位就是一如既往的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那有关更多关于联合国的议题 我们也希望在接下来的看看联合国的节目当中 跟二位进行探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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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